在第三个单元的第几页,我这边有个图,等药三角形 因为我们本来的输出是直角三角形,就是只有这一边 就只有左边这边 然后我只是再多出右边这一边 那当然第一个,我们要找出线索,什么样的线索 第一个就是说你会发现 第一颗心,中间一定都会有一颗心 然后左右的话,第一次左右,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乘以二 这边是什么,二乘以二 那中间有一颗心,所以一加上什么 所以公式其实就不用这样 一的话就中间那一颗心 然后呢,这个一的话指的是,这个一的话 你会发现你可以用I来当成 因为它会第一次一,第二次二,第三次三 四,一直到这边的话,应该就变成多少,十二嘛 十二跟十三相差一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改成等药三角形的话 假设我要把刚刚的公式放到这边来的话 把另外一边产生,该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一定会有一 对,所以我的公式 这个信号前面我就先一加上 所以一定会有一,特别主要一定刮五 所以我先把它刮五起来 因为你要先计算完之后,再跟前面的字串相成 那一,可是后面的话呢 再加上什么呢,加上I乘上二 但是特别注意哦,你要先怎么样 先一定要先成后后成 那这样的我们其实可以讲,先输出看看 不过你会发现哦,输出的结果会不会是符合我们要的结果 好像有点像,等于要这样 但是哦,你会发现哦 它应该第一次,应该是只有一颗星 可是现在的话变三颗星 为什么变三颗星,因为这边呢,如果你一加上 第一次I的话,它是一嘛 那一乘以二不就变三 加起来变三,可是问题 不行啊,我第一次的话 那个I不能有任何作用 也就是说我只要一颗星就好了 也就是I要是为零哦 所以I要怎么为零呢,很简单嘛 你就把I怎么样 减掉多少 减掉一不就好了 但是记得哦,你要先减之后再乘哦 所以先把I减掉一之后 然后呢,所以第一次当I等于一的时候 那一减掉一,零嘛 零乘上二不就也是零 所以呢,输出的话就一颗星 那第二次的话因为I等于二了嘛 对不对,那二减掉一的话 那不就是一,一乘上二两颗星 三颗星,有没有一之类推 所以基本上我用刚刚的思考方式 做出来的公式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执行看看 如果这OK的话,符合我们要的 那基本上 执行就是我们要的,有没有 那我刚刚思考的方向大概这样 第一个哦,一定会有一颗星 所以我一定会有一 有没有 加的话后面是两边 所以两边的话一定是乘二 所以呢,一定要乘二 再来就是说呢 第一次不要乘上 就是第一次不要加上后面的东西 所以我必须先把它归零 所以第一次归零的话 那就是把I减掉一就可以了 OK,所以以后类似像这样的思考方式 其实这个不只是在Python可以这样写 其实VBA我也是这样写 像以前Java也是这样写 反正大概思考的方向都差不多 即便以后的话 Python可能又过气了 又被另外一个取代了 其实E也是这样写 虽然你不用担心说以后会有新的语言 反正换个环境而已 然后只是语法稍微变更一下 结果呢,还会是一样 OK,如果要把这个等腰三线颠倒过来的话 其实好像这边不用动 只要一样把上面 颠倒一下 13到0 逗点 0的话就是停下来 其实13到1 这边记得要减1就可以了 把它执行 有没有 等腰三角形就倒过来 OK 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用 把刚刚之前的那个信号输出 再加上另外一边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OK 那这一题刚好也是 正照考试题里面会考到的 其实正照考试题也蛮喜欢考这种类似的题目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有关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呢 做完这个 前面都是缝回圈嘛 那如果后面假设说 我今天希望把缝回圈的部分 延伸在学习缝回圈的话 那该怎么学习换回圈 那换回圈呢 跟缝回圈最大的差别 就是缝回圈的强调是 他要做 是后面那个逻辑为处的时候 他才去做 OK 那所以他强调的点 跟缝回圈不太一样 那我们要怎么学习比较简单 待会的话 也许我们就拿之前教过的 像这个 加总1到99这个 OK 不过我这个是 有奇数我数算 没关系 反正我假设 就是 加总1到99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改写成 画回圈的话 那要该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我一下